话节上回 带着小梦在海洋村庄 打结了许多荧光金块 准备工作完成之后 就可以准备来建农场了 这个农场呢 我打算是建在我们别墅的后面 高度跟我们的二楼一样高 原因呢也很简单 是因为再低的话 这个土块就放不住了 直接挨着二楼的这个冰灯 往外来一个小平台 我打算在这里先建一个小小的走廊 直接从卧室通过走廊走到农场 这样就可以不用接住水了 再往旁边搭一点石头 然后放上蓝图 这个蓝图一定要对准啊 左右对称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 看见这个蓝图的这根蓝色的线了吗 这个蓝色的线里面的这一个范围 就是我们的农场了 首先呢拿出荧光金块 在这个蓝色的线下面围着绕一圈 这里呢我一开始用错了 用成了土块 后面我就换回来了 外面的一圈荧光金块放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划分一下农场的大小了 放上九个土块 放完之后再放一个荧光金块 紧接着再放九个土块 再放一个荧光金块 最后这个部分呢填满土块就可以了 接下来土块先不着急放 我们先来到之前放的荧光金梯这里 把它们都连接起来 好这竖子都要连 划分出一个个九成九的农场 油起来看一下哈 就是这样的 一定要跟这个蓝色的线保持成和 小梦已经在填土块了 我们下去帮他吧 每一个格子里面都填满土块 然后最中间一个空出来 柳着放水 接下来呢 本来是打算先把这个地开坑出来 但是发现在水里面是不能开坑的 没办法 现在只能把农场里的水分排干 才能继续开坑了 哎呀 这个活可不是个简单的活呀 工程量好大的 我们首先要在荧光金块的外面 给它围一圈围墙 农场的高度也不用很高 五六格就够了 关键是只得需要大量的岩石呀 啥也不说了 嫌弃挖岩石了